Hello 大家好 我是Ayami 今天看到我的细菌做什么呢? 不是煮饭 是煲汤 是和大家煲蕃茄大眼鸡鱼汤 湯的汤是四人干凉的 两个人和两只狗 如何才能让狗也能喝呢? 的鱼汤 除了没有骨骨之内 还可以吃鱼肉 它的汤会有酱油和好味 先讲解煲汤的故事 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喝汤的人 从小到大也是 我很喜欢喝我妈妈煮的汤 有一天放假时 就常常留在家 我妈妈煮了一波很大的汤 起码都可以用20碗 她放回来 就看到好像被人倒的汤 原来我放假哪里都没有去到 我自己喝汤 一喝就喝了 我自己喝汤都喝了十碗汤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喝汤 导致我长大的时候 就买一些摊饮书 用汤煲汤 我第一个最喜欢就是鱼汤 而且因为养了狗仔 我想狗仔也养得喝汤 因为对她身体也好一点 所以就创造了我自己 煲汤的一个方法 对于小孩子喝汤 或者是不懂得咬骨的人 对这个汤也是很好 那我现在开始和大家一起煲汤 我用的电池楼就是这个 水位就到这里左右 我先开始煲汤 先要准备这么大条的蛋鸡鱼 如果蛋鸡鱼太小条的话 我愿意买的 然后准备姜 这是大量的姜 今天就去买了薯仔 薯仔就买了最大的那一只 就买了三个 两个大一个 那番茄就买了六大个 现在开始准备鲸鱼先 先加到绿果 再加点油 我把鸡肉更加薄 一大一块 再加一些油 这样 resonates 切开 锅盖 每天都放在一起 都放入焦糖 我会不吃太多 用点 放入鸡肉 把鸡肉都熟了 洗淡了所有番茄的水 先沾沾湯 沾沾湯之后 这一碗沾沾沾沾 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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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 煮好了 煮好了 完成了一碗湯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在影片下方按LIKE 分享給朋友觀看和留言 接下來都會繼續出片 如果想知道我何時出新片 就按左下角訂閱我BB Ho Chan 這個Youtube頻道 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下集見,拜拜!